Hello大家好,我是Cindy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Cindy Time 今天这支视频不是关于美妆 不是关于任何的测评 而是关于旅游 十十五月份了 很多的朋友都有机会回国探亲或者是旅游 对于一个长途旅行来说 有三个词是最容易形容我们对一个长途旅行的期盼 那就是安全、舒适和方便 因为工作的关系 我去到很多的国家 我把我在长途旅行中非常好用的那些好物来给大家推荐 希望可以对大家未来的 或者现在正在积极准备的长途旅行有一些帮助 如果你感兴趣今天的话题就请看上去吧 今天的这期视频是不包括 如何把每一个部件放到一个大的行李箱 或者说一个小的行李箱 哪一个位置 如果是那样做这个视频的话会非常非常长 我怕大家是没有这个耐心了 所以我会集中特别好用的好物 把它们进行一个归类给大家来介绍 所有的产品中有一些是我很早些年 就买的 我尽量去找所有的我今天提到的产品的信息 把它们的链接都放在下面的description box 如果我实在找不到 我也会找一些相似的放在下面的描述栏 那我们就快快的开始吧 首先我特别在意的就是旅行中要有一个非常好的舒适度 提高我们的十几个小时的舒适度 就是这么一大包 我不是说当大家都去准备这么一大包的东西 而是说我在寻求这个品类的要求上面 其实我尝试了很多很多不同的款式 前两年我找到两个非常非常好用的 那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紧枕 我手头上现在一共有八个紧枕 代表着我对紧枕的不停的探索 想找到真的是非常非常舒适的 我有用过这一类的紧枕 它就是不能折叠 好的一个方面呢 就是它这边有一根拉链 可以把里面的金子取出来 晒一晒 把外面的包着的外衣可以进行清洁 我觉得这个是它比较好的地方 收纳这么大的一个紧枕 在经非常负荷比较重的一个行李里面 觉得这样的紧枕肯定不是我一个首选 类似于这样的紧枕 还有不同面料 像这个的话它前面还有一个锁扣 可以把它扣住 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紧枕 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呢 我给我家里人到美国来探亲的时候 给他们买的 我现在变成我自己收集了这么多的紧枕 他们都没有带回去 是因为发现这一类的紧枕 对于老年人而言 他们都觉得是有帮助 但是也没好像那么的简洁方便和舒适到 让他们觉得赞不绝口 所以说现在就变成这些紧枕 都留在了我的地方 这样的紧枕达不到我的要求 我下一个时代就进入了 这样可以打开 可以折叠成一个小小的球的这个紧枕 我买了两种 这种紧枕它里面就是一粒一粒 软软的泡沫小颗粒在里面 这个会比较软 也会比较轻 如果你一定要说把它收缩一下 它也可以相对是比较小一些 可惜呢 它和我第三代的紧枕来比较 它仍旧有很多的不俗之处 三代的紧枕就是这样 可以非常简便的收纳在袋子里面 无论是吊在包外 或者是收纳在大的包包里面 都会比较organize 这一个我是在淘宝上买的 这个我在美国的TJ Mac里面买到的 那这两个紧枕也是各有自己的特点 这个是淘宝的紧枕 我把它从这个袋子里面取出来 那怎么让它充气呢 这边有一个笨球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安全锁扣 就是这么把它充气 这个气充到你觉得大小软硬程度 是你所希望的 就把扣子把它扣进去 防止气体泄露 紧枕上面有两个凸起的地方 可以顶住我们脖子的后面的这个地方 当我头部左倾或者是右倾的时候 对我是有一个支撑的作用 把气体放出去也特别方便 只要把这里打开 这里有一个黑色的按钮 你把它按进去 气体就非常容易的排出来 第二个也是相对可以折叠的 但是不能折到像淘宝这么小的 这个和前面淘宝景准 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它在后面给到你更多的面积的支撑 淘宝这边的话只是支撑这个点 它是一直支撑到下巴的这个地方 那这样对于女人坐飞机的时候 有更多更多的支撑 会来的更为舒服 依得我出差 或者是我老公出差的时候 会用到的是最多的一个 这个就是关于颈枕的部分 在飞机上冷气是非常非常足的 这种短袖的T恤 在飞机上是蛮容易着凉的 所以我这边给自己每一次出行的时候 都会被这两种不同作用的 你也可以叫它是微薄 也可以把它当衣服来穿 特别是这个 八年以前就买了这样的一个产品 超级大的披肩 最传统的可以把它披在身上 裹在身上 飞机上的它发的毛毯 我一般都会帮助盖一下腿部 上身我还是会选用自己的天气比较冷的时候出行 它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微薄 它下面有很多这样的搭扣 把它全部搭上 它就可以成为是这样的一种 罩在身上的披肩 但如果没有下面这个下摆把它扣住的话 它可能穿啊穿的就可能会掉下来 等于是一个类似于衣服的这样的穿法 另外一个是微薄 飞机上很容易颈椎这边着凉 所以我一般都会用这个微薄 这个微薄还有其他的微薄所没有的功能 那我来和大家揭秘 在这里是有一个拉锁的 这个拉锁可以把重要的东西放在这里面 就好比是你的卡或者是现金啊 或者是你认为最最重要的东西放在微薄的这个拉锁里面 你拉上了以后其实它是不太容易被发现的 飞机上的时候你会离开你的座位 周围而且又没有你的同伴 没有人帮你看管财物 这个可以是一个方法给到你一个这样的便捷 给自己备一个可折叠的衣服 我记得是哪一年回上海的时候在优衣库买的 非常的薄很轻 预寒能力又非常的强 袖子这边还是有松紧的那种 在飞机上除了预寒保暖以外 我相信大家也会鼓励自己是说我在飞机上 可以睡一会睡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也都是蛮不错的 会给自己准备这种真丝的面料眼罩 它后面有两个袋子 可以扣住后脑勺的上一个区域和下面一个区域 不至于当我的头在摆动的时候 这个眼罩会往下滑落 或者是往上顶的那种情况出现 我也会给自己准备这种 这种女生都知道的蒸汽眼罩 戴上去以后微微的有点发热 让眼部的这边的肌肉放松 飞机上是既干燥 空气的质量有非常非常的不好 通常也会给自己准备这种一次性的口罩 它是按照人体的面部的这种曲线做的 而不是这种平的口罩 脏空气啊 或者你周围的朋友打喷嚏咳嗽啊 这些就是容易通过呼吸接触感染的病菌 把它们排除在外 在旅途中我也会给自己背几个 接下来就是这两个防噪音耳机 这个是我前面这些东西都可以没有的情况下 这个是我无论如何一定会带在身边的 我一开始是买到这个 它也有它的好处 它非常的小巧 当年出的这种款式它充电的接口是那种圆形的 现在用的手机iPhone 它的拉口都是这种扁的头 给它配了一个转接的口 可以把这个接在这儿 然后就可以接到手机上面 非常非常的简单 也不需要你特别的下载什么软件来使它工作 这就是它两个入耳式的耳机的头 塞在耳朵里面已经阻碍了很多的噪音了 把开关一开 基本上全程都是非常安静 非常非常建议大家可以买这个 或者我下面一个要推荐的 也是来自于同一个品牌的防噪音耳机 这种耳塞实在是没什么大的用处 另外一个它也是防噪音耳机 那它是无线的 需要把手机的蓝牙打开 跟它对接上以后才能用 这边是有一个开关的一个按钮 把它按下去它就开始工作了 如果是充满电的状况下 就应该能支撑你飞13个小时 当然现在大家都有powerbank 外接电源 所以这都很方便可以给它们进行充电 飞机在高空飞行的时候 我们的脚是很容易张开的 给自己背一个这种一次性的拖鞋 把脚从鞋子里面解放出来 被这种袜子在身边起到保暖的作用 如果你要更专业用这种compressor 可以帮助我们的腿部 避免因为高压会静脉曲张 同时到你落地了以后 它也会尽快的你的小腿的一个循环 可以恢复正常 我不太能喝凉的东西 所以我每一次出行的时候 不管是短途的还是长途的 我都会给自己背一个这样的可折叠的小杯子 它可以完全打开 能装500毫升的水 它也可以非常容易缩到这么小的一个尺寸 它有小的卡口你可以提着它 又轻又可以拉开 或者是缩回去不同的尺寸的水杯 但是非常非常谢谢大家 买这个产品的时候 它是有配洗杯子的小刷子 目前为止我没有找到任何的不方便的地方 或者洗不干净 留有任何的异味 我都没有发觉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用 接下来呢就是如何给自己所带出去的卡 或者是现金啊或者是证件 找到一个让自己比较安心的地方 把它放在那里 那我这边也是有五花八门各种样的类型的 首先呢就是这种特别薄特别小巧 跟个手掌差不多大 上面有拉链 可以把护照重要的振件放在这个里面 前面可以放上登机牌 到时候不要手忙脚乱的 再把大的包打开去找这些东西 这个是一种款式 这个呢也是我们经常会在机场的时候 看到很多年长的老美 喜欢把它挂在脖子上面 它后面是有一个可以调节的左扣 我把它弄的短一点 大家可以看得到 好奇怪哦 上面可以打开了放你证件 这边有一个透明窗口的地方 你也可以放一些比较无关紧要的 但是你有想东西放在一起的一种东西 然后这边有一个拉链 可以把重要的材料放在这种拉链的袋里面 它两边都有各有一个拉链 特别重要它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标志 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不知道 当我们的卡拿出来了以后 经过某一些区域 有一些布法分子 可能会用他们的一些 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机器 它是可以对拿在手里 这个东西进行扫描的 你的东西如果放在这样的一个布包里面 可以防止症结被扫描到 可能觉得它并不是特别的好看 不时尚 但是它安全 这个是我有时候外出跑步的时候 或者是溜小狗的时候 我手里又要拿钥匙 又要拿手机很麻烦 我就会把这种薄形的腰包用在身上 平的时候这种薄形的腰包 也是可以放一些比较重要的东西 我外出的时候 其实不太喜欢带特别正规的钱包 可以把它们放在这种扁扁的 没什么厚度的腰包放在腰际这边 后面还有一个拉链 可以给你放很多的东西 非常的方便 而且它的这种尼龙的材质 也不怕你怎么去揉它呀捏它 下一个我想大家可能都觉得 有那个必要吗 要这么去防范吗 我是外出去到另外一个国家 有一些地方 你外出的时候 的确会碰到一些不安全的因素 给到自己更多的一些防范 也就是让自己更多的一个机会 远离那些不安全的因素 因为很多的事情它不发生 也就是不发生了 那就是别人的故事 那一旦是发生 那它就是100%的概率 行的时候 我会给自己背上这个东西 大家可以猜猜这是干嘛的 它的面料就和女孩子的纹胸 是一样的柔软 这边打开了以后 把你的重要的证件放在上面 关键是这个小包包 它所挂的地方 就是我们女生纹胸的 这样的一个侧面 或者有的我看到 美国人他们是挂在纹胸的前面 让这个最重要的 你的财物是最贴着你放的 大家可能会有疑惑 去duty free shop 然后我也会一会儿 把衣服低起来 把这个拿出来 然后再放进去 一会儿再拿出来的 使用方法 其实不是说 去到一个闹市区的时候 经常要拿进 拿出你的财物卡呀 或者现金付款的时候用 而是说你在一段时间里面 你是不太用这个东西 但是你又想贴身放 不想背着一个很大的包包 把在里面放在里面 找也找不到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就给到你一个option 可以把这种重要的东西 贴身来放 再来的一个东西呢 就是完全是看个人的 这个呢 其实是我的好朋友 在我过生日的时候 他送 当时他送给我了以后 我觉得天哪 这个是个什么东西 它是有一点分量的 我先介绍一下 这个东西的最大用途 就是把你的财产 你的最重要东西 放在这里面 演示给大家看 它是怎么用 它这边有一个橡皮的开口 它打开了以后 这边有密码 按一下这个按钮 看这个都就跳开来了 这个链条可以说是用老虎钱 都是钱不开 然后再把它伸到这里面去 它就卡死了 就拉不出来了 把这个关回去以后 可以背在身上 或者可以把它这个放在你的包包里 或者甚至你挂在你的包的最外面 那它打开就是按这里 它就打开了 那里面的空间就是长这个样子的 我觉得也有人对它吐槽 就觉得你背这个东西 万一别人都把你截了 整个包全部滴了走了 你还要这个东西干什么 所以当时我的朋友给我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也挺好奇的 也就用也就是用了它 但是我用了一回以后 我觉得我可能会有一些别的 更轻巧简便的方法 来保管我自己的 比较重要的一些财物 所以我就用过一回 但是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样也是一个可以选择的 一个option 我们说完了如何让自己 飞行中更来的舒适 如何让自己的财物得到恰当的保管 现在进去第三个部分 就是如何让自己能够更简便更方便 其实更简便更方便的 另外一个意义就是be organized 就是当我们在打包的时候 可以把相同的东西放在一个固定的 我们自己能够辨别的一些包包里面 用其中的一些东西的时候 拿出来就觉得会非常非常的方便 继续说下去吧 所有的这些可以把我们打包来的 更规范更organized的东西 就是我手里的这么多不同种类的 可以让我们在归纳自己旅行的衣物的时候 来的更有条理 这边我比较建议大家的是 当你在买这一类 可以把衣物收纳在这种包包里面的时候 它们是属于那种可折叠式的 我特别喜欢就是当你不用的时候 它就可以折叠到这么小的一个包包 然后把它们放在一起 用的时候它打开了以后 就是一个非常有容纳的 玲珑的包包可以把不同的衣物 比如说你的T恤放在一起 牛仔裤放在一起也是买了很多的规格 因为我有时候同时我和我老公都会出远门 我们又是去的是不同的地方 同时都会需要这种样的袋子 所以我不同的规格 不同的旅行的距离长短时间 我都会用这种不同的规格的袋子 除了这种颜色有区分以外 大家看到像我这一类的 我就是在淘宝上买的 看到上面有很多的金人掌 我觉得这个图案也很可爱 会有不同的像这个可以装鞋子 大的可以装衣物 像这种把你的衣物卷起来 然后放在这里面 星期一要穿的衣物都卷在这个里面 星期二要穿的衣物卷在下一个袋子里面 就是你可以想出一些让你觉得 我做这样的衣食方法 就会对我比较方便的一种收纳的方式 我每一次出行的时候 都会给自己背上这种可折叠的袋子 用的时候就可以把它打开 成为一个轻便的购物袋 到了一些地方要买东西 又不可能装在随身的背包里面 袋子非常非常的好用 我家有两个小狗 所以我当时来买了一个这样的袋子 款式都长得差不多 容量其实非常大 重要的财物都不可以放在这种样子袋子里的 在旅途中我会把我的墨镜和我的框架眼镜 放在一个盒子里面 一边我就是放我的太阳眼镜 另外一边近视眼镜 如果我出去的只是一个星期 或者时间来的更短 我就会带这种小药盒 把我要吃的维他命都放在这个里面 每一次拿的时候就要按这个按钮 在相应的开口处 维他命就会掉出来 这个滚棒会比较方便又好看 而且使用起来也很方便 我会给自己备干的洗手液 把这个挖在自己的包包上 养成一个手部干净的一个习惯 打包的时候 如果你是比较考旧的话 装鞋子的套子 这样的一个鞋套 我如果不是高跟鞋 只是中跟或者是平跟 装两双在这个里面 旅行中一定会用到的电子产品 装拿方面我会准备这样的一个包包 可以把不同的SIM卡 SD卡都可以插到这种小孔里面 充电脑的充手机的鼠标 外接电源等等这些东西 都可以把它储存在这样的一个包包里面 就这一个包 所有的电子产品都会收纳在这里面 充电的插座 可以全球的各个地方插电孔 它都是能用 它这边还有两个USB的接口 既充电脑的电源 也可以充我手机 如果你是一个Vlogger 你会用大量的相机的时间 你会发觉我电池虽然背了两块 电还是会走的非常非常快 如果有拍摄任务我都会给自己准备 这样的一个充电器 这个是根据我的相机来配备的充电器 如果你的相机是别的牌子 别的型号网上一搜都是买到 合适自己的这个款式 它也一样 它的反面是有一个可以当USB的接口 同时可以插两个电池板 充电一步完成两次的充电的任务 这个我们把这个挂钩穿过行李 然后再卡回这边的上面 然后启动上面的开关 这么一提上面的显示屏 就能知道行李目前为止是多重 这个可以说是便携的 随身携带的一个秤 行李箱套 如果你在机场上看到有一个女生用这个 那就是我 这个行李箱套它的厚度非常的适中 箱套的底部是有拉锁 可以让这个箱套合拢上 这个箱套已经跟着我用了六年了 已经很多的地方磨损了 我想如果没有这个箱套 我的行李箱肯定现在已经是个大花脸了 已经网上也可以选择不同的尺寸 非常耐磨 当我们的carry on luggage上面 我们还要放一个自己的一个包包 如何我们让自己的包包 在我们的小的行李箱 坐在我们的小行李箱上的时候可以牢固 小的那种零部件可以帮助固定自己包包放在小拉杆箱上面 既安全又牢固 现在我就演示给大家看 这是一个小的行李箱 然后我会有一个小的candy bag放在上面 大家看到吗 它根本就是要往下摔倒的状态 我先说这个 非常的简单 先把这个东西的一头 套在这个拉杆的后面 然后把你的包包放在上面 然后最后再把皮筋给扣到后面 这样就是牢固了 虽然说我现在演示的可能有点丑 但是它的作用大家都能够明白 怎么你来推你的行李 不会让这个行李摔倒的 另外一个款式的话呢 它相对再穿起来有一点点小巧的复杂 其实也是非常的简单 先把袋子从顶这边穿过来 然后把它锁上 那它就呈现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了 然后把你的包包这么放上去 它们的原理其实都是一样的 把上面的这个拉环扣到后面 在结束今天的视频之前 我有一个小小的tips要和大家分享 就是我们很多的行李牌的反面 都会写上我们个人的一些信息 因为特别是老人家 很担心就是长途旅行了以后 箱子可能搞丢了或怎么样 然后把自己非常详尽的信息写在后面 可以把名字写在上面 你可以把手机号写在上面 你可以把邮箱地址写在上面 但是请千万不要写家庭地址 那这个就是今天关于旅游的全部的内容 希望大家能够看得开心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小小的帮助 就请给我的视频点赞 并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你就不会错过下一次精彩的内容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 拜拜